然后Henry他讲说 我这两天我都很专心的听 因为呢 这个我的proposal里面很多重复的 他们只要讲过了我就闪掉了 所以待会我的东西可能 这两天大家都有听我的内容 不过 当然那是一个玩笑 非常感谢 藉由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研讨会 我们听到的来自于欧美国家 然后来自于日本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地区的朋友们 他们对电竞上面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经验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台湾是一个台语歌手 跟我合唱当初带我出道的那位江慧小姐 她都已经疯拍了 我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七小 所以我还继续不能公开 但是呢 大家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是 我是因为是一个姨父子的关系 我的父亲呢 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的父亲呢 就是民国五十三年了 身当空难的遗难者之一 所以我从小长大 成长过程当中 我完全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唯一能够陪伴我的只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乐器 一个是游戏 所以呢 我也很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不管在音乐上 在游戏上 我都没有一个小长的成绩 2013年 也就是刚刚的Mistake 他们的PPA 的前一年 2012年拿到了 英雄联盟的 S2的世界冠军 当时回到了台湾 县市首长拍照 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说 今年是我们的电竞人员 最后又是不了了解 我从WCG第一届 看到我们的曾正成 拿了CGD52的冠军 一等就是12年 好不容易看到 第一次奖金这么的高 一百万美金 三千万台币 我们的Mistake也是其中之一 拿到了这个冠军 隔天屁国日报头版 回来又是摸头 又是我们今天是电竞元年 最后又是不了了解 所以2013年的年底 我排除了万人 当时呢 也拉了我的好朋友 我们的ENRY 也就是我们AHQ的执行长 任谢老大 大家呢 共同地 也找了英雄联盟的 美国原厂 当然也包括了 我们的台湾暴雪 大家不嫌弃的情况之下 我们成立了台湾英雄协会 同时 我们在第二年 2014年 我们也成功的举办了 英雄联盟S4的台北战 一路走来 电竞协会的成立 在当时的社会 基本上来讲 电竞是什么 没有 篮球也好 棒球也好 所有的球类运动 都有上级单位 但是电竞在那个时候 是没有任何上级单位 我谢谢这么多的企业家朋友 我谢谢这么多的好朋友 大家这么多年出钱出力 一路的到前年 2016年的10月份 我们在立法院 办了电子经济的类别 规定 与未来共定会 我也很谢谢 我的好朋友 时代力量的立委 林长佐 Freddy 他请来了唐凤政委 帮我们解决了很多 有当务自己的问题 从2016年的10月到2017年 去年的11月 电竞正式的纳入体育发展条例 短短的这13个月 台湾有了五个世界冠军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OK 所以呢 台湾有很多很多像我一样 可能在别人的眼中 我们可能是个疯子 包括我太太 在我成立的协会新闻发布之后 晚上在床边一直说 你是去笑的 台湾就是有很多疯子 有很多做梦的疯子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这个世界之所以精彩 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追梦的人 OK 好 我们借着这个方向 我们来谈一谈 电竞产业相关的发展方向 第一张图 刚刚程式科大应该都已经看过了 目前这张图 应该就是所有的电竞产业 除了显卡电脑之外 跟电竞有关的所有的行业都在这个里面 所有的行业都在这个里面 那各位呢 各位朋友不用急着拍照 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呢 未来是完全开放下载 完全开放下载 好 这里面 其实我相信两天的这个研讨会 该讲的应该都讲的差不多 我要谈的 我们看到的 这两张图 电竞选手 他的收入 赛斯奖金 签约金 薪资分红 代言周边 频道的平台 活动计划 授权金 实况的分工 主播 主持签约 donate 打赏 代言周边 幕后 教练十字电竞后期 技术分析 赛斯的版权 赛斯的体系 广告赞助 门票的收入 赛斯的执行 一直到我们的组织体系 赛斯的奖金 工资的收入 广告的赞助 经济的业务 联盟的分层 培训的支持 我相信两天大家都听了很多 我记得我在第一天 昨天早上 我们拍完照 参加完开幕的时候 第一位我们来自英国的 应该是欧洲的 是美国先生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一位现场的来宾 他问了他说 我是学运动心理学 想聊一聊 有关于运动心理学的部分 我简单的讲 运动心理学的部分 其实 不是一个心理学家 但是我是一个 玩了四十年游戏的玩家 我非常清楚 我今天就在台上演讲 还是我今天在台上表演 还是我今天 实在认为一个赛斯 有一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我们台湾有一个从小到大 一直在努力的练习 撑干跳舞选手 他也是我们的活手 当他知道他获选 能够代表台湾 去参加亚奥运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那么的亢奋 但是当他要到国训中心 接受训练的时候 他们听到了一件事情 好像国训中心里面 已经有了教练 那个从小陪着他 长大的那个教练 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去 当时这个选手其实有点失落 他也一直在努力的争取 到了后来到最后 在比赛的前一刻 这个教练来到了国训中心 可想而见 隔天这个选手就破了机 就这么简单 OK 今天一个选手 他喜欢钱 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有的人很爱钱 只要你给我钱 什么都好 我如果是他的aging 我如果是他的经纪人 我告诉他 这个比赛多么的重要 你如果拿到了冠军 你会有多少钱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鼓动他 去努力争取目标的那一个过程 当然 其实协会成立到现在这么多年 我们最重要的伙伴之一HQ 我常常跟Henry也好 跟肖老板也好 常常在私底下聊天 对于他们这些职业战队的老板来讲 他们每天面对的事情 除了每个月时间到 那些选手的薪水在哪里之外 每一次的出赛 每一次的比赛 对他们来讲 很简单 赢了就是上天堂 输了 输了真的就是下天堂 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思考 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选择 所以一个队伍能够有今天的成绩 那个过程 其实每一场的比赛 对这些老板 对这些选手而言 都是压力非常强 好 传播提醒 我们看到了 节目的制作 广告赞助 直播电商公关 本事经营 经济业务赛事播放 周边衍生的是发行商 周边制作公司 授权的代理公司 实体的电竞道具 产品设计 这个是我们的产业链 职业 电竞赛的机制 讲到这个部分 应该是首次的在台湾曝光 这也是我们台湾电竞协会 一直以来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可行的模式 我们都知道 英雄联盟 现在在世界赛已经到了第八届 明年马上是第九届 我们的暴选 美国暴选 它在全球的第一个电竞馆 就注入在敦南城堂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国际大厂 对于亚洲 甚至是台港澳赛区 这么重视台湾 除了我们台湾的选手 非常优秀以外 再来一点 我们台湾的观众 也非常的共产 也就是因为 种种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些国际大厂 一定要把台湾 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讲到这个地方 再分享一个故事 我协会刚成立的时候 英雄联盟的美国原厂Rite 当时要邀请的这个总经理 要请他接 亚太区办公室的总经理 当时 英雄联盟Rite的 他们总公司希望 这个亚太区的办公室 设在哪里 设在新加坡 但是 我的朋友 Wayne 他从小 小学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 现在呢 他的爸爸妈妈年纪都大 七十几岁 都住在台湾 他跟他的老板说 如果你希望我 能够接这个位置 我希望 英雄联盟跟亚太区的办公室 设在台湾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他们提出来的项目不一样 OK 我们就想到一个事 很简单 我们刚刚举办完了十大运 大家应该在看 记忆游戏 为什么台湾突然变成体育强国 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九十面奖牌 很简单 然后奥运 他们就是有一个规定 只要是主办国 可以自己提出项目 我记得有一年的亚运在中国举行 在大陆 他们那一年呢 提出了一个项目 项起 想当然而 金牌应该是大陆 对不起 金牌是我们高手人 这个都是有资料可查 所以 我要讲的是 2020年的东京奥运 会不会比马利欧赛车 会不会比快打全东 刚刚我还跟Sega Sega的长官在后面聊天 他说我讲了几个游戏 铁拳 马利欧赛车 快打全东 都不是Sega的游戏 他们要好好的回去努力 这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斯大运在台湾举办 我们提出了直排轮 别的国家有没有 有 不多 可能有花式溜冰 可能有冰上的 都类似冬季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雪 所以我们台湾就是直排轮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多了很多国的讲话 所以很简单的 从电竞这个角度来思考 我要谈的是 我们不是职业赛事 我们也不见得要是职业赛事 而是我们借由协会 我们去取得政府的资源 我们来做什么 我们来去因应这些 我们不知道的游戏 例如 印尼 他们这次有两个手游 台湾连看没有看过 看都没有看过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连伺服器都没有 我们要如何培训 这样子的手游的选手 去打这个押运 没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的 更简单的讲 你今天要办棒球比赛 办篮球比赛 你今天前提是 你先要有一个球场 你只要有球场 你有预算 你就可以办比赛 但是游戏不是这样子 游戏要游戏公司授权 因为对他们来讲 那是他们的感觉 所以相对的 今天 雅加达有两个手游 我们连看都没看过 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报这样子的名 我们也不可能去有这样子的牌 相对的 今天如果未来哪个国家 又要去办了 四年一次 他们那个国家玩的游戏 跟台湾的游戏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边都知道的是 英雄联盟 如实战绩 但是突然给你一个游戏 我连听都没有听过 那怎么办 所以 我的想法是 是 借由一个这样子的方式 由企业对 由企业来认谈 这个对 然后我们呢 随时的去更换游戏内容 很简单的 对于这件事情来说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很怪的是 一个 亚奥运 他们把PUBG吃鸡排除 他们把CSGO排除 FPS的射击游戏全部排除 英雄联盟 也是一个人担任召喚师 他召喚了一个英雄 然后再放技能 最后被打死 只是他死掉了以后 几分钟之后他会再复活 但是PUBG不是 PUBG是 把人都打死了 在地上滚一顿 然后有人可以救他 然后救不起来就死了 就是因为射击游戏 有死掉这个动作 怕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发展 所以导致很多很多的 很好的游戏 没有机会 列入亚奥运的项目 所以针对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很confuse 因为 我们亚奥运的项目 都已经空气枪在打巴 射箭 那是真的武器 只是因为他没有死人 但是那是虚拟的 是不是 游戏是虚拟的 当然这个游戏 我提出来 让大家来思考 让大家来思考 我想的是 我们能够 去因应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瞬息万变的一个 每个国家 甚至是整个潮流 每一年 会有可能新的游戏 那这些游戏 我们有没有人 可以来去 做一个属于国家的代表队 来去培训这样子的选手 所以 由企业 他们来赞助 然后去完成一个 类似中华职棒 当然 未来 它可以分两个 两个角度 一个是职业的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 非引力的方式 工家器官 也就是 我们可以培训很多很多 不同 游戏的选手 毕竟这些游戏 可能在台湾 非常地冷 可能大家连听都没有听过 但是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在过去这么的 没有支援的情况之下 家长拿着谈调 社会把它当成丁原人 我们都拿了这么多世界观点 这么一件事情 台湾的年轻人聪明 好 这个机制 大概 示意图大概是这个样子 其实呢 它可以走 非引力的模式 也可以走 引力的模式 可以用这种方式 各个企业内拥有 对内计业务推动的 这个 主动的 自主的参与权 可以保有企业体的特色 可以分地域属性的 主特产 其实就跟中华职棒差不多 而我们这个联盟可以做什么 办理相关竞赛业务 进行业余选手的辅导 协调电竞团体的共识 热身赛 例行赛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直棒直篮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是游戏 它是电竞 然后可以有冠军赛 跨联盟的竞赛 类似这样的 选秀 校园与社团 例如 我现在听到的是 TV店有一个 应该在欧美地区 非常流行的 叫FIFA 那是足球 有一个玩家 来操控一整支足球队伍 那这个有可能 也有可能 随时 会变成项目之一 可是我们台湾呢 只有玩家 而没有选手 我要谈的是这个部分 好 我们的电竞职业赛的机制 这是第五章 选服的交易 讲到这个部分呢 其实 我也有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呢 我觉得最后也是要跟工部门 来跟所有的业者 来达成最后一个心 很简单 我今天是个选手 我明天要打世界赛 但是我跟我的 我的电竞公司的合约 昨天到齐 你觉得 在运动心理学上 或者是在 这个选手 他的成绩上 心情上 会不会有影响 一定会 对不对 好很简单 我们看MLB 我们看王健林 我们看陈伟英 他们 只要专心的 把自己的球打好就好 所有的收入 他的aging 也就是他的经纪人 去帮他打理好一切 他只要专心一意的 去做好他现在手上的事情 所以未来呢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 非常公平的制度 甚至是培训出一群 专业的经理人 来去帮助 这些电竞选手 让他们的成绩更好 这个是我想到的 好 另外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自从电竞大陆 体育发展的考虑之后 我们现在有很多大专业 很多高中 开始有很多很多的 电竞相关的 产业的 这样子的一个科系 这些同学们 在学校 三年 四年 毕业了之后 他们要帮他们去工作 我刚刚前面的那一个职业赛的 或者是一个 非营利的那种赛事 其实也是为台湾创造一个舞台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英雄灵萌世界赛已经很稳定了 那是一个国际公司的比赛 暴雪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这么多的学生 要去哪里实习 我们暴雪电竞馆 挤不下那么多人 Arena也挤不下那么多人 可是有这么多学生 这么有兴趣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供一些舞台 让一些学生 选手们有舞台可以发挥 而不是挤破头了 只有LMS可以思考 除了这个之外 所有的幕后的从业人员 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去做实习 去磨练他们未来的技能 也就是说 真正台湾现在要的是什么 要一个舞台 要一个自己的舞台 这个才是我们自己 真正的一个所谓的 产观学整个年期来的 要不然 我们的同学训练那么久 最后你要等着去应征国际公司 好 是这样子 好 我们未来呢 辅导 教育辅导机制 透过必要的专业训练 协助选手 在退役后 相关的技能 这个我相信这两边很多人说 制度辅导机制 就是资格的认证 透过严谨的筛选 与约束感 向社会团队 简单的说 资格认证 我们都知道 我今天要去做水电 我今天要去做美髮 美容 今天我通过所谓的 甲级乙级 丙级证照 我就可以拥有一个证照 可是 选手不一样 今天很简单 你一个英雄迷宫的选手 你三天不摸键盘 不摸这个游戏 你的手感就会上市 就会渐渐渐渐的上市 所以呢 对于选手的认证 我其实希望的是 两年 你通过之后 你有这个选手的资格认证 但是呢 你的时效只有两年 两年之后 你可能会换游戏 两年之后 重新考试 所谓的教练可能就是三年 因为说真的 就以英雄迷宫文艺好 他半年就改完一次 他每年就一个大改版 一下这个英雄愣服掉 一下这个变得强 所以基本上来讲 瞬息万变千变万化 娱乐的观念辅导机制 透过座谈 在谈 直播等辅导 断正玩家的观念 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潮流 我们就引导 来改善风气 透过同步教育的方式 提供选手 推移未来 专业的技能训练 建立电竞教练 活动计划 后勤组织 成员培养 使经验传承 选手的培养 心理的教育 电竞相关的赛事活动 教育训练 就有主要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电竞产业的需求 我们电竞学生的核心模组 游戏研发 我们谈一谈游戏 很多人说行销全球的游戏 都是这种大规模 大制作 不对 完全不是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我们讲一讲趋势 现在全球而言 以游戏人口 手机的是最多的 所以如果以电竞这个角度来思考 未来的世界潮流 手机的电竞赛事 会渐渐渐渐的 凌驾于电脑以上 为什么 就是因为手机仍然多了 它的用户的基数是最大的 所以它的选手 它的观众也是最多的 VR是一个非常好的娱乐 但是VR如果跟电竞要放在一起 我觉得路还很长 为什么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 你有手机的人 你不见得有多余的钱 去买一个主机电脑 你有主机电脑的人 你不见得再有能力 去买一个电视游乐器 还要再买一个眼镜跟手法 简单的讲 你今天要拥有一个VR设备 你的前提是 至少要有一台四万块的主机 然后再加一加 你就配备 软体还不算 起跳八万元台币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 以VR来讲 现在还是体验 还是娱乐 但是要走到电竞这一块 基本上来讲 还有很长度 OK 再一次的 那 感谢 现场每位朋友们这两天的参加 那 我也很荣幸 那台湾电视协会 这个 受邀的来担任这个 毕竟的一个结尾 就是毕竟的一个结尾